我們呢 請大家先把這個Mobile 軟子 把安裝起來 那你可以看到現在最新版本喔 這裡他會叫你 叫不要去看他的Live Band 沒關係 有看一下嗎 反正你不看他也不讓你過門 好 接下來他就問你了 要註冊對不對 來 我問一下各位 你今天這個是真心的 想要玩看看嗎 如果你是真心的 當然你可以用Google 可以用Facebook 如果你跟我一樣 我現在暫時不想真心的玩 請你不要會有關鍵字 這裡 我有寫過那一篇文章 信箱也可拋好嗎 拋棄是信箱 你不知道喔 對呀 不然你每次都拿你真的信箱去 這樣不是很那個嗎 因為人家會寄功真正信給你啊 你就想說我傻傻的拿我的去收信就好了 好不好 來 我最常用10分鐘的 10分鐘就自動小指 就不會找到的 好 一進來有沒有10分鐘的信箱 馬上就有一個對不對 好 把它複製起來 那怎麼去收信 在下面呢 有看到嗎 所以今天如果 這裡 你 已經注冊了 也是在這邊打入Email 就可以登入 如果還沒有註冊的信箱打進去 他就會請你 去收信 因為密碼會寄到你的信箱 了解 好 我就把這個打進來 塞藥 好了 他就問你密碼對不對 你就來這邊等等吧 等一下 他就在這邊出現 那萬一10分鐘到了 他還沒 信還沒寄來怎麼辦 對啊 你怎麼那麼聰明 你就跟他講 神啊 再給我10分鐘 我等一下 你不要重 你不要重新整理這個畫面哦 因為這個畫面 你整理完 信箱就變了 所以 有沒有收到了 有看到的對不對 按下去 裡面呢 他會告訴你 有一個啟用嘛 我看一下密碼在哪裡 在這裡 我找到了 有沒有找到密碼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這樣就Po起來了 這樣知道真心跟不真心 差在哪裡了嗎 下次不用把你的信Po給人家看 知道嗎 好 貼進去 Login 這樣有沒有OK了 好 OK 進來之後 你就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你要做網頁嘛 做網頁現在很難做耶 我今天才跟邱老師聊天 就把網頁就賣掉了 因為你要會的東西真的要很多 所以 如果你不會的 就找這裡 按一下 有沒有很多版型 有沒有 有沒有 常用的版型通通都有的 他有分 選單的 哦 假如你要自動選單你就按一下 Bid 為什麼點不進去 為什麼點不進去 是網路不通嗎 再一次我重新執行一下 這裡 我的重新啟動之後現在就可以了 來你看我在這裡有沒有一個加號 按一下 按一下 有很多場景對不對 我要自動選單 按一下 有沒有進來的 然後呢 嗯 版頭的 點一下 有沒有進來的 哎呀 做網頁這麼快就完了 你知道嗎 這樣 那我再增加 好 我想要再有 你看 Slide 點進來 有沒有進來的 哎 完整的耶 按一下 是不是就有了 還是你覺得我要慢慢的 陳志馬寫進去 這樣比較有探險的感覺 挖寶的感覺 我改一口 啊 這樣做網頁不是很高興嗎 你只要負責把圖換的美美的 文字改好 不就好了嗎 對不對 所以你來這邊看一下 當然我們至少也要一個什麼 要有一個版權宣告 然後其實下面還有很多內容的 有沒有 它有分配 內容的部分 好 看你要幾個 你就丟出來 點一下 它就跑出來了 下面還有很多不一樣的 啊 有資訊類的 對不對 還有這種地圖的 都有 最後Footer就是版權宣告 點一下 有沒有就跑出來了 好 現在呢 你要改的話 很簡單 我們來上面看一下 我們先從這裡改 這一塊 你看這一塊我要改 它每一個區塊 在它的右上角這裡 每個區塊有沒有都有一個 右上角一個齒輪 好 如果你要丟掉 你按這個 要調整順序按這個 那我們現在呢 就要按一下齒輪 你就告訴它 這裡 你要不要把這個TITLE 就是這個TITLE 大的字 大標顯示出來 文字內容 要不要顯示出來 按鈕 有沒有 這個按鈕 要不要顯示出來 有沒有 這個可以用 另外要不要有箭頭 這個是向下箭頭 還有背景的圖片可不可以換 當然可以換喔 所以你把它拿過來 按一下 它還怕你 找不到 有圖庫給你找 有沒有 你也可以用自己的 那也可以啊 好 我就換一下 可以 所以知道你知道 四環要做什麼了嗎 附著版圖做的美美的就好 剩下的 就交給他們的 那下面這裡 你來這裡看一下 點到它 一樣在這裡 此羅難一下 有沒有可以切換物一樣的 對不對 你看你要哪一張要換 你就點到它 來換 換成你要的 你可以找自己電腦裡面的 當然沒有問題 有沒有 你也可以找 線上的 也可以找你這個網站也有用過的 就像這樣選好就好 OK 這一張就換了 有沒有 那如果你不需要標題 你就把它關掉 不需要文字就把它關掉 不需要按鈕就把它關掉 就剩圖片裡面 就很單純 好就很單純 當然這些可不可以改革而已啊 點到它 選起來 看你要不要做超連結 要不要協題 隨便 就這樣 所以 像這樣子我們做網頁 你們變得比較簡單 那麼 這裡面 當然你還可以再加上其他的 像它那地圖也是很好用的 而且它表單真的可以用啊 就是你寄信出去 真的會收到的 好 真的會收到的 不是玩假的 嘿 那你看地圖 我如果放進來 地圖在這邊對不對 來 以往你可能要去Google查地圖之後 取得這個程式嗎 今晚我們在哪 安捏 請問我們這裡地址是多少 沒有人記得對不對 所以 我直接打這樣可以嗎 有 這樣有很過分嗎 這樣地圖不就有了嗎 對吧 所以 我也不知道以後做網頁要幹嘛 那你這個區塊我們可以移動一下 放在這裡 有沒有 你就可以把 而且 切換一下 行動裝置看到就像這樣 你怎麼現在才有反應 沒有我跟你玩假的 你不要忘記了 這個東西我們就可以跟剛剛的網頁程式網做結合 看你要放在哪個區塊 操練的也可不可以做 當然可以做啊 按一下店老闆的 有沒有 所以上面這裡可不可以換 當然可以啊 點到他 來 上面一點 上面一點 有沒有看到這個了 如果你真的有次選單 你就來這裡 就爬到上面 在這裡 次選單 這是家裡 旁邊 這裡 這裡 後面 後面 等一下 啊 這個沒有次選單 他有一個有次選單 我剛剛應該是選到那個 這個只有家裡 所以他還可以加 第二層第三層 好 那你要超連結到你就隨便 那麼 這個圖 也可以改 有看到吧 哎 這裡也可以改成你自己的圖 這樣子就比較方便了 那這個呢 這邊剛好頁面都會差一點點 好在這裡 其實他還有圖示可以換 你看這裡哦 這大小以外 可以 哇 剛好選到這個好像沒有圖示 點到他 我看一下 Show Logo Name Button 這裡有按鈕 Sticky 什麼叫Sticky知道嗎 不是Sticky哦 你往下拉 你有沒有發現選單 丁在上面 有沒有 現在網絡是有這種效果 如果你不要丁在那裡 也可以 那如果做好了 你可以按眼睛預覽 在瀏覽器裡面直接發布 好 這個是第一頁 但是我剛剛沒有做內容 我往下捲動 有沒有看到 對不對 往下捲動 Stick 不小心網絡就做好了 所以好了之後呢 如果你確定沒問題 你可以來這邊做發布 發布呢 你可以真的傳到 FTP上 也可以直接放到你電腦裡面 某一個資料夾裡面 這樣就好 他也有支援FTP 所以我在這邊假設 我就選擇一個資料夾 把它放進來 OK 放進來發布 這時候網絡就做好了 OK 現在我們回到我們桌面上 你看在這裡 他的專案檔在這邊 然後呢網頁在這裡 相關的 有用到的東西都放在這邊 好 那這個專案呢 這個是我們剛剛目標的專案 如果你今天這台電腦用完了 要交給另外一個同學 你就把它匯出就好 在左手邊 有沒有一個網站 管理網站這裡 點下去 你把它 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匯出 匯出 這裡 點到嗎 有沒有 Inport Sign 就可以丟給同學 同學在怎麼樣 Inport進來就好 在這裡 同學就從這邊有沒有Inport 這樣檔案就傳給他了 雖然他不是線上服務 但是用起來有沒有很簡單 就是這樣而已 那 這個東西其實 以後 各位 需要 我們剛剛 在最後裡面看到那個 有沒有 那個程式嘛 你就可以摳到這裡面 看你要放在哪邊 就可以一起來用 這樣就可以 建成你自己的什麼 WebDuno的控制的東西 而不會完全的就把它 綁在我們的積木裡面 這樣子 這樣了解 因為你在積木總是希望 這是我最後的編輯工具嘛 不需要你看到 我只希望你看到 最後的成果就好 而且希望可以美化一下 不管互動區 萬一你要結合 按鈕 跟燈泡 或者跟其他的控制怎麼辦 就不行啊 我們這邊是直接切換的 所以 當然後面這一塊的整合 會比較需要一點點餘把 可是 對我們 如果你有學過網頁的 相對會比較簡單 這樣可以嗎 好 OK 那可能今天我們大致上就 可能先上到這邊 好不好 如果說各位 你以後回去用 你覺得還有一些問題的 你可以在這裡 訊息裡面發表訊息 或者你要到老師的部落格也可以 所以 老師部落格這邊 我也有提供我的E-mail 如果你不要從這邊 就從左手邊 還有表單 可以吧 我們上課有提供售後服務 那我就拍檔 好 謝謝大家 謝謝